美国主导的抗伊斯兰国联盟 22号首度全体开会 由国务院国务卿提勒森主持 展现铲除恐怖主义的决心 会议召开期间 英国传出攻击事件 提勒森也以书面声明 谴责暴力行为 美国在2014年号召组成 抗IS联盟 全球68国和地区成员当中 台湾也是议员 提供人道救援 成果受到推崇和重视 驻美代表高硕泰 这一次也受邀进入国务院 参与会议 提勒森在会中呼吁所有成员 无论在支援军事行动 提供人道救援和科技合作上 各尽职责 共同投入对抗IS 美国官方过去和台湾往来 基于台美的非官方关系 向来维持低调 这一次高硕泰在美方安排下 不只进入国务院参与会议 也现身和所有成员国代表合照 这样的公开动作相当少见 亚太地区除了台湾之外 参与国家还包括阿富汗 澳洲 日本 马来西亚 纽西兰 新加坡 和南韩 中国大陆并未参与